热心无名英雄降低事件伤害 北杰昨天又发生随机砍人事件 震惊社会 但是幸好有一群无名英雄 还没有让伤害持续扩大 首先是制服嫌犯的 绽放人员与民众 因为保全站长与嫌犯对峙时 以劝说让他放下刀 再加上一名勇敢民众重向前 才一同迅速地将他制服 另外案发时也是有人大叫 疏散民众才降低伤害 真的是现场民众很热心 有大叫说有刀大家小心 结果我就一直打好 那个人手上有刀 我就一直跟大家讲 然后全部人都撤开 因为他往人群去啊 再加上现场有许多热心民众 留下来陪同伤者包扎等待救援 你抠一抠抬起来就要抵抬 我抵抬抬起来就要抵抬 保护总新闻综合报导